我們談談主題曲 Ian為何要爭取這首主題曲 現在是AK幫口你唱 幫口你才爭取唱這首歌 其實有沒有爭取 大家問到就爭取一下 做人要上進一點 但因為自己之前有主演過兩套劇 都沒有唱過主題曲 大家都覺得我本身有做音樂 應該爭取一下 多謝導演給你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頗開心的 因為我很喜歡看音樂電影 經常聽到某些歌 某些配樂 你就會立即想起一套電影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些經驗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劇集 電影也好 裡面的音樂元素是很重要的 自己可以參與其中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這首歌現在出來了 裡面有沒有哪一段 哪幾句你特別喜歡的呢 特別喜歡嗎 你願不願意翻個幾句出來聽聽 我想有一句是chorus 就是就此火在冷風中見狀 惡寒刺骨都想切磋 我覺得這個好像表面上是說那種 冰上火化冰和火的對比 或者他們怎樣去結合 但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的歌也是 我覺得往往的歌詞是很應該抽出來 大家不同的心情的時候 就算我是e-mode-igpo的story 都會用到的時候 是最好的 而我覺得這句歌詞 其實不單止是說比賽 那種要刻苦訓練那種 而是你人生其實有很多事情 遇到 是好像冷風一樣 是很刺穿你的皮肉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你才要繼續努力 還有也是有冰就有火 好像有光明就有黑暗一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遇到一些壞的東西 不代表壞 它只不過是等你準備一個更好的自己 去迎接好的東西 都會過去的 沒錯 壞的都會過去的 那你有作歌給AK的嘛 那你怎樣去決定 哪些歌你給自己 哪些歌是給他 給別人的 我想他應該沒有這樣想 我找到他應該會直接覺得 那個最好的直接那樣東西給我 我覺得是這樣 我不會說光明的那種神 我留在空間給你答 他覺得你的答案很好 我其實 因為除了他也有寫歌給其他歌手 還有一些是微面細的 有其他幾位歌手都收了我的歌 但是還未出的 而我每一首寫給別人的歌 都是有幻想這個人在舞台上唱這首歌的畫面 或者他唱出來會是怎樣 我覺得適合他 那我就直接寫 那我多數寫了這首歌 因為我寫了很多 零零碎碎 我想過千首都有 所以其實那些就是自己選擇來自己出 因為是最自然的時候自己寫出來 不是說譬如我寫一首歌給Will 那Will會唱什麼 我就度身訂造給他 就不是 所以通常寫給其他人的都是度身訂造 你用什麼寫歌的 你用鋼琴 或者亨 用什麼寫歌的 也有 譬如我如果想寫一些舒晴一點的 柔晴一點的 我就會用琴 因為我覺得那個聲音最適合 寫一些有節奏的 我會用結他 或者是再要那些叫做 upbeat一點的 我會用電腦計劃的 所以都有不同 師傅不同的一程度 Will唱過嗎 你不唱過 所以這次你沒有想著去爭主題曲來唱 也有 唱幾句 有爭 突然衝出來我唱 有爭 但是導演也不是這樣 他都知道我開玩笑 行了 可以了 你不唱歌的 主力也是演戲的 唱了就算是糟糕的 你應該什麼都沒有的 鋼琴都沒得做 直接專項 這麼嚴重